《瘫痪的父亲还在家里等我7月3日,雨停了,穷来回龙镇草耿寺小区里,李周强弯着腰拿个大扫帚,一遍一遍从屋里清淤,背影看起来并不十分高大, 但是过去的24个小时里,这个背影在网上感动了无数人,7月2日,蒲江,穷来一带遭遇特大暴雨,当地居民纷纷撤离后,李周强却在风雨中逆行回家,因为瘫痪的老父亲还在家里,水没过他的膝盖,没过他的腰,没过他的胸口,他没有放话脚步,没有犹豫,没有回头,一直走,我爸还在家头等我, 24小时后,李周强站在自家屋子一楼,重整家园的工作,已经进行了一上午,楼上,84岁的老爷子躺在沙发上,刚刚吃完暴雨后的第一顿午饭,父子平安,7月2日,穷来市回龙镇,李周强冒着暴雨在洪水中逆行回家, 因为瘫痪的老父亲还在家里,被引暴雨中涉水逆行,我爸瘫痪了,我要回去把他弄上楼里家,是回龙镇本地土生土长的农家,有几分薄田,种了些柑橘,为了补贴家用,李周强平时也要打些零工赚钱, 最近他在镇上一家奶牛厂当保安,上两天班休息两天,7月2日上午,下了夜班,他在场里打了个盾,快中午时,迷迷糊糊起来回家,鱼已经下了一夜,走出场门他就打了个哆嗦,顺手抄个草帽袋上,急急忙忙往家里赶,路边水已经激起来了,84岁的老,父亲半个月前得了脑梗瘫在床上,没人被可怎么上楼, 回家只有一两公里的路程,水一点一点涨起来,刚走到琼棚路口,眼前的一幕让李周强娇心,平日的大道不见了,两边的麦田不见了,麦田旁的玉米杆子也不见了,雨水,雷声,天地之间一片昏黄,前方没有路了,可是爹还在家里,你们能不能帮我去救下我爸爸,我爸爸就在前面,他瘫痪了,我要回去,把他弄上楼, 李周强向路边一辆越野车求助,可水市已经不允许车辆通过,他只问了一遍,转头看了看天,头一低,把草帽往下一压,转身就走 这下午,从冬至ua,可水市已经可知了,大道不见了,小孩说出发述了,游戏,整理损后才是变的,原来的,转身就走通过,游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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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去移疗了,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